最近范伟奇在社交平台回复网友质疑自己的评论 称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从未践踏任何人 当网友提到范伟奇当年伤害赵少海的事情后 范伟奇更是直接表示称 我从来没害过任何人 但对于他的回答网友们并不买账 并例举了他曾做过的三件事 首先就是范伟奇曾向媒体表示 隐隐约约有听说梁静如要离婚的事情 在梁静如离婚后又发文表示 自己并不是大嘴巴 这被网友们吐槽是称热度戏惊 一次就是在小S老公被质疑出轨的时候 小S晒周全家出游的时候偏利嫔老公 在事件快要被平息的时候 范伟奇却忽然评论说 把外面的声音关掉 那点重燃话题热度 最后就是张少海事业跌入低谷时 范伟奇一次对其落井下石 强凑了当时张少海的资源和助力 导致两人关系破裂 在这些事情后 网友们对于范伟奇的好感度不断降低 希望在将来范伟奇能够经营慎行 毕竟善良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